林若南25岁 贵州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林若南 来自贵州安顺 今年25周岁 之前在北京从事电子商务类的工作 今天来到费里莫属这个平台 是希望借由这个平台能够跨越学历这个障碍 在此能够应聘一份关于销售或推广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周老师 你好 小林 小林 这个工区都非常的坦诚 差点把眼镜也绝非了 若南25岁 在简历里面专门写到是高中学历 对对对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去上中专 大专 因为当时我其实是考上了一个大学的 然后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 然后我就没有去上 家庭什么原因 因为当时我们家曾经在90年代中期家道中落 家道中落 以前你们家是世家旺族啊 在90年代那个百万富翁的时机很好 因为我母亲她是一个旅常人嘛 我们家庭就因为她的原因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算在当地算是富甲一方 那你说家道中落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当时那个在90年代中期我的父亲就是赌博 然后呢我们家就欠负债 然后呢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以后 我们才还清这个负债 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在这阐述这个事实是因为 我觉得希望大家引以为见 而我就是我高中学历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例子 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就一定要读 如果说没有条件那就是 以后有条件的时候篡葬条件咱也要上 不好意思对不起 没关系 就是一想一说起来家庭的事虽然很多年以前 但是还是会难过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工作的原因 我觉得每个人能大家在这儿呢 每一个人工作的原因可能实现理想 或是为了就是说能够就是要去做到什么一个地域之外 我觉得我只是为了我的母亲我的家庭 我不希望就像前先生说的 树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清不淡 我只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为我的家庭做的是什么 尽低所能及对不对 好谢谢大家 后来高中毕业之后 帮家里面帮家里面挣钱还过吗 我觉得那个因为没有学历吧 干得很苦 从05年的时候去从事过 给人当过服务员 而且还有差一点成为张绍刚老师的同事 我去做过业余与主持人 因为那会瘦 不要现在这么胖吧 然后呢 我主持那种走穴的就是那个手机 今天来这干嘛干嘛那种 来给我们主持一下 来秀一下 好的谢谢大家 卖手机现在商场外边对不对 好 今天呢 姐妹们 父女 父女 对不起对不起 兄弟姐妹们 谢谢今天大家为我捧场 咱们今天来到是什么 三星级手机大卖场 手机大卖场 今天咱卖什么呢 咱卖一个某某品牌的手机 今天咱们呢 你来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咱们有买一送一的活动 买一送人们那不是买一手机送一手机 我和一个我的partner合伙 对了我partner还让我带一句话 他说他很欣赏你 好谢谢 一定要谢谢你的合伙人 谢谢 洛南今天要找的这份工作是什么 我今天是想希望在此能够求职一份关于销售 或者是推广类的工作 林若男 大家在有了对她的初步印象之后 请选择 您让她继续还是离开 美达离开了 彦丽离开了 玉琳离开了 芳琼离开了 玉琳为什么离开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其实确实是很强大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很优秀 但是您最近不缺销售 但是就是凤凰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性质 就是使得我们对于员工的这种文化 还有学历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很遗憾 他其实今天来最想挑战的 就是大家对他学历造成的平静的一个突破 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一关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板因为学历 灭了他的灯 他心里应该很不好受 因为洛南是一个特直爽的人 所以我建议 咱们大家就尽情发问 我把天生我有才和别对我说谎 合在一起 好吧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提问环节 你去年一年已经挣了十万块钱了 说明没有去年一年 是零五年到现在 到现在 对对对对 对不起对不起 我听错了 对不起 就是那说明做的还不错 那干嘛又不想干那个了 又找工作来了 因为今天来到这很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企业 就像大家说的一样 我需要去企业去学习一下 企业的文化 我不建议从最低层开始干起 然后呢 我学的 因为自己 我说实话 因为我需要现在淘宝上面 我没有这么多资金去做那些广告 那我需要去就是 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要有自己的一方面的推广 然后我的建立 包括一些生产干嘛的 我需要有资金 对吧 我现在不知道说你站在这的目的 你是为了到企业去积累经验 同时也积攒一些资金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网店和你的实体店怎么办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我已经和我的合伙人谈妥了 我就是我要结束掉 然后很多企业就会担心 你既然都自己干了这么多年 你干嘛 就是可会不会在我这偷师学艺了 累积人卖了 你就走了 带着我的客户走 不会 因为咱们之间有一个合同 我希望在一个企业里边 再成长五年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我的收入比较稳定 我可以去继续把我的自考读完 然后呢 去 我觉得学历是敲门砖 然后今天来这 如果说不是在这个平台 我没有机会见到12位老总 对吗 我现在报道很平稳 可能大家都看不中我 因为我不够 我不足 那我可以再去学习 我打断你一下 若南 你不是不够和不足 你是语言密度太大 对不起 就是你有点着急 就是我在这一听 你就噼里噗噼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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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 而且你的说话呀 有点让我分不清你的主次 先等会儿啊 没关系 我们先听一下老师给分析 行行 您好 来 周老师 其实老师给你一个建议 你很优秀的 但是呢 你在回答所有老板的提问的过程中 你犯了一个忌 啊 这语速过快 然后又回答的不够重点是吗 你可以听我讲吗 对不起 我以为您完了 他没完 对不对 我以为您说话完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的表现就是你最大的记号 我给你一个建议吧 叫做一听 二慢 三回答 啊 好了 这样子你会更精彩 我知道 行 谢谢 我说了我知道 不是我那个 我说了我知道 不是说那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以 您跟您 把灯 我可以走了吗 您别走 那一会儿我会让大家一块走 徐老师 谢谢 不着急 其实这对于求职者 也是一个提醒 在进股台当中 如果得失心过重的话 反而会造成一个压力 让你在台上 没有办法真正的施展开 心态还是要平衡 你上台的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是跟这个面试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 因为没钱 上不起大学的人 是非常多的 可能你说你不想这个 叫出位 但是实际上 在我的角度来讲 你不应该讲这个故事的 这个不是重点 不是应该 我给她说句话 这小女孩在人生中 因为她的学历 遭受了很多挫败 所以得一上来 先把我的事告诉大家 求大家 各位boss团老板 别把学历当回事 我不是不想念 我想念没钱 有这个想法吗 其实我 对不起 我现在能说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 学历我会告诉大家 是因为我不是自卑 我如果如果你自卑的话 别人会看不起你 其实我要说是因为 就要我可能 刚才没有说明白 因为我 现在要来这儿 是因为我需要 早一点 希望我们母亲退休 而我的钱不够 我希望能够 去企业里边 我用我同样的干净 我的方式方法 我的经验 为企业去创造一定的价值 然后呢 企业对我肯定 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吗 那我不是说早一点 能够让我母亲退休 然后能够让她 就是安享天 轮之乐 若谭擦擦擦眼泪 因为 对不起 若谭你真是 极度的强大 和极度脆弱的 一个极度结合体 因为 你强大起来的时候 就特别强大 像机枪一样 因为我觉得 是这么为止 其实我性格 你们别看我这样 因为来上本师 希望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能够让大家 尽量表现 不是表现 就因为能回答 大家的问题 因为我以我的方式回答 可能就是 很能让别人懂 我要去适应他的模式 尽管他看起来 有点假小子 但是说话很真诚 说话的方式 也特别招人喜欢 希望他能够梦想成真 他是来找工作的 现在场上还有八位 亮着灯 八位 请选择 让若男继续 还是离开 徐芳老师离开了 新秀离开了 还有六位留下来 我们既然把刚才 那两个环节合并 就意味着 六位都愿意 给你提供工作机会 主动权已经到你手里了 你要上去 至少灭掉其中四盏灯 好吧 但是你在此之前 先要听一听 各个企业 能够给你提供的机会 首先 吉乌特 你好 我们能够提供的职位 是市场专员 我们有电子商务网站 我每周会有新产品的更新 你要负责新产品的录入 另外呢 就是我新产品产品描述 你要撰写产品描述 去场专员的职位 明白的意思了 好 明白 唐越美学 我的职位接近于市场专员 但是我是更倾向于执行的 因为我要出产品 但是呢 就是说你要去到外地 盯产品的生产 然后洽谈 对 好 谢谢 好 百合网 百合网有一个牵红剑服务 就是给比较腼腆的这个会员 来促成因缘的 然后是这个服务需要销售人员 好 销售牵红线的这个项目 好 解决网有一个老板实战训练营的项目 我们招销售 老板实战训练营的销售 好吧 好明白 来 惠谱 喜鹊网呢 实际上立家 以这个婚庆相关产业 比如说摄影啊 婚纱这些小店 它一个综合性平台 它希望这些小店 由传统营销 变成电子商务营销 我看中你身上一点东西 我觉得你不怕苦 所以呢 需要大量去扫楼前期建立人气 你的是渠道专员 也是一个销售岗位 好 谢谢 好吧 来 现在我们听一下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是一个生活信息的网站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信息 然后我们要向这个老百姓 去推广这个网站 你进来以后 我们会有专业的培训 有成体系的这种考核 这个管理 我相信对你也是比较合适的 好了 谢谢 好 至少走到前面去暗灭 其中四家的灯 嗯 看了 好了 谢谢您 您按吧 没关系 按一下 好了 好了 谢谢您许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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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谢谢您 好 老师 您 您按不没关系 我按吗 好了 您 好 啊 还有 对不起 孟老师 您来吧 谢谢 好 林若南啊 林若南 林若南真是一个心里有谱的人 吉悟特和世纪家园 又是两家不同的网站 他还给自己在留空间 有心人 来 谈钱不上感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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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位都知道了 我知道 吉悟特 世纪家园 喜鹊网 喜鹊网 嗯 嗯 喜鹊网 这将是一个多么吵的一个网站 来 吸水自己来 我们能够提供的职位呢 是市场专员 基础的待遇是两千块钱 嗯 谢谢 两千块钱 然后是我们包无险一斤的 嗯 好的 您我能说一句吗 嗯 曾老师 是这样的 李总 我之前在您微博给您留过一句话 嗯 我说李总 我今天会见到您 哦 是你是吧 我昨天把你 你昨天七点半留的 除此之前我也给你留过 我说你关于基务的 你应该把你的那个平台给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 装修一下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是我很啰嗦 好来 不好意思 就出这句话林肖再加一千块钱吧 谢谢你的情报 没关系 我觉得钱不是很重要的 关键是我要创造价值 我都说我做好准备第一年一分钱都不拿 好若然 谢谢大家 来 惠普 刘惠普先生 刘正 刘总 你好 我提供这个岗位呢 比营销多表多少 两千五百块 但是没有试用期 无显已精致 国家规定的 谁不干就违法 所以这都是有的 这个活呢 很辛苦 扫楼 但是呢 很高兴的是 喜全网是个年轻的创业团队 我相信他们很多人在看电视节目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 就这样 嗯 好了谢谢 15秒的时间 经过思考之后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吉乌特 还是世纪家园 喜鹊网 当然 你还可以告诉二位 谢谢 再见 那我选吉乌特 因为我来就是为了来吉乌特来的 谢谢 好来 谢谢你 希望他们能做 好的 谢谢 为什么对吉乌特一开始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企业 我去把它做长做大 没有了不起 但如果五年 我能够把吉乌特做到上市 那才是真的 但你这个话说的 好像是你是吉乌特的总裁 不是 我是帮助他这个团队当中的 其中的一员 而并不是我去干预什么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员工而已 所以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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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